針對近來民調公司公佈金融市長選舉各候選人支持度 剛獲得民進黨提名參選金融市長的立委蔡思印 出席拖一快篩捐贈活動上首度回應 民調的高高低低我想我們都是平常心來看待的 民調只是暫時性的反應 那其實坊間有不少民調也是 就是蔡思印是維持領先的一個狀況 我們自己內部做的民調都是我們領先的一個情形 但是這個是作為選舉策略的參考 如果把民調一直拿來做新聞會來做炒作的話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性的 那其實目前有許多的民調委託方 我們他自己都承認是他自己是委託方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就是宣傳的工具 我是這樣子看 那我想我尊重每個人的選舉策略 我想這個也沒有什麼好討論 但只是說重點是現階段 是討論民調的最重要時間點 我認為其實不是 我覺得現階段最重要的事情是在疫情之後的振興 如何能夠讓市民工商產業能夠盡速的恢復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我們6月10號到19號 基隆市市政府還有中央跟地方合作 舉辦的城市博覽會 總統有來到這裡說到疫後的振興從基隆開始 我覺得一個有志於從政的政治人物在這個時間點 心心念念的應該是想如何讓基隆的經濟振興能夠起來 如何讓基隆市的公共建設能夠盡速的投入 不會因為疫情的關係而延宕 我覺得這才是對基隆市民最負責的一個表現 那至於一直在談民調 對我來講我覺得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蔡世英強調民調有高有低 他都是用平常心來看待 如何讓基隆疫情之後 經濟能夠振興起來 是他現在最關心的事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交通amethrong